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妹此言差矣 在我佛座下修行并不意味着出家 若是成员未尽 也是不会强差姻缘的 你与邵阳君悟性颇高 想必你们的孩子也是身居慧根 我佛可能是看中了这点吧 是吗 凤九还是有点不幸 东华轻声道 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师尊不仅没有阻拦于你 还促成了你我二人的缘分 火上尽此古锦玉幕 凤九坐在雕花庄镜前 拿起一笔梦书 正要梳理头发 不意被人握住了手 他有些奇怪地回过头 只见东华已取过他手中梳子 淡淡地说了句 我来 仿佛给他抒发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凤九心里暖甜 他回过身 做得很端正 水淋淋的眼眸注视着镜中神情专注的他 咦 这个是 凤九微微侧过头 想将发尖的簪子看得更清楚 乌色的木簪透着古意 虽然斜入发际 还是隐约能看出簪身行灵流水的曲线 最特别的是三首 寥寥几笔 却凤雨花勾勒的吉父 这细腻的木质 隐约熟悉 你刻的 他想起了斯密说过 他有一阵子对目光知识上新的趣事 喜欢吗 双手轻搭在他的肩 唇厚的嗓音如此温道 嗯 很喜欢 凤九点点头 喜欢及了他准备的这个惊喜 喜欢就好 细嫩指尖缠绕着几缕长发 凤九神情疑惑 照理说 女子嫁人就应该书记的 这几日在凡间 我都忘记了 你怎么也不提醒我 东华对此事不甚在意 我是觉得 你自个儿快意就好 无论书记与否 九儿都是无期 他实在不想拿那些已婚妇人的俗礼束缚住他 他的九儿就该是洒脱字意 天真暗漫的样子 可是这样 不太好吧 凤九虽然高兴 毕竟也不习惯那样归归俱续的发誓 扯得他头皮好痛的 只是他也不免会顾虑些别的 就二人身份而言 我这人散漫惯了 连带着我这太成功 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 就算是有 也都被你破得七七八八 东华倾笑 要我说 这所谓规矩 都是约束旁人的 我只希望 在我身边的你 能够过得自在 我一直都很自在啊 凤九一笑 心上都是甜意 他侧转过身子轻轻抱住他 亏他一生 似有什么苦恼 只是 你这般待我 也不怕把我宠坏了 这样下去 就真英恶姑姑所说的 他迟早会被他宠得无法无天 东华倾笑出声 目光里满是疼宠怜惜 求之不得 静 慈 寺 师兄让我们来这儿是要做什么 凤九觉得莫名其妙 道记不是云林寺的和尚吗 和这间寺庙有什么关系 东华看见了正走来的道记 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愁眉苦脸的小仙 他已经来了 一问便知 带二人走近 他们之间的对话声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道记师父 求你大发慈悲 帮帮我家主子吧 哎哟 和尚我本来还要拦着你家主子 不让他在寺里放火呢 放火 凤九还以为是听错 这是要烧寺庙 道记给那小神仙指了条明路 对了 我虽然是帮不了你 不过你可以求这二位帮你主子捋了这差事 那小神仙一听 立刻拜倒在二人面前 求二位大仙 帮一帮我家主子 怎么回事 你口中的主子是哪位 东华问道 我是火神座下的仙童 我家主子在九重天上烫了几杯酒 他本该在五十三客来烧这座寺庙的 可现在 眼看这事就要黄了 到时候免不了要去受罚的呀 凤九摸了摸耳朵 觉得有点愧疚 这火神会这般 他们夫妻也是脱不了干系 毕竟这酒 是他们成亲的喜酒 好吧 没理由 让火神付个喜宴还得要受罚的 这样太没有道理 这段十日以来 总是烈日奄奄 时不时就会听说 哪里又遭了注容之灾 所以许多人都赶着来寺庙里 烧香拜佛 祈求平安 快要五十三刻的时候 一庙灵少女急匆匆地跑向了静慈寺的山门 她撑着一把油纸伞 身上穿的是红绸缎制的衣裙 长相也是那种可爱讨喜的类型 只见她神色慌张 水灵灵的大眼睛不断向身后张望着 就像是后面有什么在这赶着她一般 这时候 一个衣着破烂的和尚 拿着两只不长不短的竹棒 就站在山门口 拦住了这个小姑娘 这姑娘往哪边 她也就往哪边 死活不让她得奇门而入就对了 过往的乡客们见了 都以为这和尚在大庭广众下 公然调戏这个小姑娘 看不过去 开始出言指责 这山门口便十分的热闹 那女孩累得满头大汗 神色委屈 泪汪汪的眸子看着眼前的和尚 做事要哭 可和尚依旧我行我素 就是不让她进这寺庙的山门 老方丈听见了外头的吵闹声 扶着根拐棍 慌忙从里面赶出来 见道记如此胡闹 她大声呵斥道 记颠 你还像不像个出家人 还不给我走开 道记转过头 笑心细地问道 主持师傅 你说说看 是有四好还是没四好 这方丈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 只想把这事给解决了 再加上也没细听 便回道 多嘴 我们出家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然是没事好 道记叹了口气 主持方丈呀 等到没有四了 你可不要后悔哦 被阻拦的红衣少女悄悄低下头 眼底闪过几次笑意 那老方丈听也不听 就拿拐棍而敲她 我巴不得没事 你少啰嗦 快走开 这样一来 道记也不拦了 她默默将两根竹棒儿 往嘎吱窝下一架 独自走开 那穿红衣裙的姑娘 刚走进大雄宝殿 往人群中三级两级 就不见了 此时 胡帝刮起一阵大风 有只红蜘蛛从大殿正梁上挂下来 不偏不斜 正好落在点着的烛火上 只听 呼 的一声 烛火四射 大殿里立刻着起火来 封住火势 火接风威 一煞时就把个金碧辉煌的镜瓷寺 烧成了一片火海 所有人都慌了手脚 四处逃窜着 也就没有人注意到 那个伶俐的小姑娘 此时就站在熊熊的火海中 怪的是 肆虐着的火焰 竟丝毫进不得她的身 只见这女子双手和时 虔诚的喃喃自语道 火啊火 你千万得注意着 烧房子就够了 千万别伤着烦人 也别烧到金身 不然可罪过了 白光闪现 一个高大的男子出现在女子的身边 拦着她飞出这重重火海 再一看 那小姑娘已经变了身形和样貌 原来这一切都是凤九变化出来的 我方才演得如何 凤九期待地看着她 一副希望被人夸奖的模样 东华挑眉 不复所望地赞许她道 不错 总算是有了进步 你说 这偌大的寺院 转眼就烧得如此干净 这要重建 得耗费多大心力啊 冥冥之中自有注定 更何况 有她在 东华还是气定神仙的 对啊 师兄最后会放我进去 一定是有了主意 而不是老方丈的那几句话吧 新建寺院 这需要的木头可不是一根两根啊 人家会这么轻易给你吗 凤九觉得这师兄的想法太过于不切实际 此人为父不仁 欺凌相礼 我这是在帮他行善基伏 道记说得头头是道 他看了一眼这双碧人 虽然眼去了仙气 可还是太过 瞩目 邵阳君还是带着我这师妹 先去别处逛一逛吧 这妇人垂涎美色 要是见了小师妹 怕是要反过来造更多的念了 到时候 要是这男人一动怒 指不定这些木头 他也都要不到了里 刚好 我们夫妻也有个地方要去上一去 什么地方 凤九望着他 额眉山 此时 也恰好是花季 望着眼前的层层花海 凤九惊得说不出话来 眼前的一大片花海 是由形色各异的兰花所组成的 一阵风拂过 朵朵兰花摇曳生姿 散发着淡淡幽香 其中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